是延续那个就是之前的那个筛选业务 那筛选业务实际上是利用那个 Excel里面的筛选功能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啦 你产生你需要的程式 但是要切记哦 那个录制聚集其实看似简单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还是要 你在录制之前一定要小心 那个步骤一定要先确定 然后录完之后记得要加注解 然后可能要再做一些程式上的 修改 那再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有关那个把单次的那个筛选业务 再把它改成所谓的那个 批次的筛选业务 批次的 OK 那所谓的批次的 实际上就是 单次的是输入一个条件 它产生一个结果 那如果说批次的话 就是你不需要输入条件 但是你输入的 你那个条件的来源 必须要从一个清单 所以我们上礼拜还记得吧 我们有先做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先做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 你可以利用所谓的那个 资料里面的移除重复嘛 把那个你需要的清单呢 比如说这边所有的业务人员 找出不重复的部分 那利用这个清单去帮我们做什么 去做查询嘛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把 所有你想查的资料 一次性的全部都查完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要不就是 当然 不过呢 在查询之前 可能要先把旧的先删掉 所以我们之前有写一个 所谓的批次删除工作表 应该还有印象吧 所以这个批次删除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只留下前面两个 把后面的全部删掉 那删除的程式码呢 基本上 大概没有几行啦 基本上就是一个回圈嘛 那回圈我前面讲过 只要是删除的话 建议是从后面删回来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在Excel里面删除 假设你从前面删 他会递补回去 所以比如说像我批次筛选 筛选完之后 假如说你把菜头删掉好了 那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呢 当然这个地方会有秀一个 讯息要你是否删除了 另外还有就是 他会把小咪本来的 可能你删掉一个 他会再把那个 后面的地固回去 所以顺序 我是建议从后面删 那后面删的方法 当然不外乎就反向回圈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一个 在做那个产生资料之前 可以先做一个所谓的 批次删除工作表 那这个部分也是从单次 单次那个部分的延伸出来的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有一个那个 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序齿指的是工作表物件 那刮物指的是哪一个 那这边当然我可以给第几个 所以这个当然后面加一个delicator 就把它删掉 不过因为他会一直跳一些 那个警告讯息说是否删除 如果你不希望他一直跳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关掉 叫做disparallelan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我们从最后一个 删到第三个 也就留下两个 OK 特别最后 那个share.com 意思是最后一个 假设我先把后面这边产生之后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噢 share.com 这个特别最后 那个share.com 其实还蛮重要的 share.com 这个一直都会出现 指的是 这边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OK 那当然呢 除了他本身总表跟清单之外 也有六个工 六个那个业务人员 所以这边有总共八个 那也说意思就是从第八 不过这个share.com 将来是动态的 也就是如果他数量多 他会自动去抓到最后面的一个 假设你将来可能一堆啦 一百一个没关系 反向就会抓到最后一个 到第三个 一直删到这边为止 OK 然后反向的话 记得要加一个step-1 意思就是说 我从后面 越来越少的意思 所以他这边是8到3 step-1是 先删掉第八个 再删掉第七个 有没有 那这边8放进去 意思是说sheet 刮虎第八个 点delete 他就删掉了 删掉 OK 那直到把他全部删掉了 那这个逻辑应该OK啦 因为 未来其实在Excel里面 你要处理BBA问题 用的最多的还是Fort回圈啦 因为Fort回圈还是最简单嘛 但是Fort回圈的缺点是说 他一定要有个起始值跟结束值 OK 要个起始跟结束 那如果你没有起始结束 像有些时候你不知道说 总数有多少个的话 那可能你就要改用 像那个Do-Fi-O回圈 不过这个后面 我们还在提到 Do-Fi-O好像前面 也用过那个Do-Fi-O 这个Do-Fi-O回圈 主要是说 我不知道说到底 他总数是几个 比如说像这边工作表 我还可以用sheet-1-kong知道 可是呢 未来 假设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有关工作部啦 工作部指的是e-sale 比如说你e-sale的资料夹里面 里面到底有几个 那个e-sale的档案 你可能不知道的话 那可能这地方 你用Do-Fi-O 这后面还会提到 所以这里的话 上礼拜有提到 那个删除配 你那个sheet-kong 它有step-1 它们两个是 是一个 一个搭配吗 就是如果 sheet-kong先的话 后面一定要接step-1-sale 如果说你数字越来越小 比如说sheet-kong sheet-kong是8嘛 8到3那一定是越来越少 对不对 如果说你后面step-1没有加的话 那它只会怎么样 跑8而已 因为那个预设值是step-1啦 step-1是说呢 8之后变9 9变10 越来越多的意思 预设值是越来越多 如果说你不要用预设值的话 那你要越来越少 记得一定要加这个step-1 它才知道越来越少 这个也是我的问题之一 其他程式都不需要这样写 它已经告诉他 我从8到3了 我一跟你讲了 他为什么后面还要再写一个这个 所以他刚刚 对没有错 所以当然理论上 我们直觉会觉得说 我已经告诉你8到3了 你有什么这么笨呢 不会自己去 他大概他就是 他就是需要再跟他讲一下 就是跟他讲一样 就是这两个要搭在一起 对一定要 如果是你越来越少 你后面少加step-1 也不行喔 OK 不行的 好OK 因为常常有时候 连我自己都有时候会忘记加 奇怪 程式怎么不想跑 原来我少加了step-1 因为我们直觉好像觉得 我已经告诉你 那个大到小 那你应该会知道吧 可是他有时候就是不听话 OK 所以这个是VBA的规则 有时候你可能 加我以为说 他到时候又给我返回来 不会不会 所以他这个step-1 这一定要加 不加的话 他变成他那个 他累加只会往前增加 预设值就是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OK 他这个 所以你说电脑 他聪明吗 他其实非常笨 其实电脑他不会思考 主要是你把程式丢给他 叫他怎么做 实际上 你说他要有智慧 真的很困难 所以人 人其实是会 有一些经验 然后可以继续教训 记录下来 但是电脑这个部分功能 比较没那么弱 不过未来的AI 可能就是会有记录这些 但是问题还是回到原点 就是说 这个东西也是人去写出来的 所以未来的AI 只会在程式上面 越来越复杂而已 OK 所以对于程式的依赖度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所以你说AI 当然AI是很棒的东西 可是问题还是需要有人 去把它写出来 这些程式 做一些逻辑判断 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有很多的逻辑判断 加上什么一个很大的data 一个data base 在后面嘛 所以你说像那个棋王啊 下 输给那个 对不对 输给电子 输给那个 那个 对 那当然 这里面当然就是 就是 他里面有很多 把所有那个棋王 所有下过的棋路 全部都记录下来嘛 那他跟你下 我就知道说你可能 你下这一步的意思 后面可能 从你以前的经验里面有被判断 OK 那当然这个另外 不过这里的话 记得就越来越少 好 那我们上礼拜呢 主要是讲到 有关这个批次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有个共用 共用的批次 前面也讲过共用啦 其实这个共用的部分呢 共用程序的概念要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写了一个 其他都重复的话 那你记得就是说 不要再写一样的东西 所以呢 各位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做了一个批次筛选业务的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也要去做什么呢 批次筛选产业别 或者是产品 那客户名称 批次的哦 这边要出现批次筛选 产业别产品 那当然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啊 就是说 你可以把程式复制 然后贴上之后的话呢 改一个 比如说我这边 复制之后 有没有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批次筛选 这边的话 也许你改个名称叫产业别 不过呢 里面哦 你要去抓出他 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地方哦 那这里我要讲 各位试一下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地方 不要做 当然你这边可以哦 只要改几个地方 清单这边可能改成B吧 因为B栏哦 然后清单的B栏 OK 去B栏里面 清单里面的B栏帮我抓 那抓什么呢 其他也不一样呢 其他哪些不一样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Field 查的这个总表里面的产业别是在第四栏 所以呢 这边改成4 那其他的话 criteria1 这个不用改 因为也是从B栏抓清单的资料 那其他的话呢 名称加进来 诶 改完了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 他这一个批次筛选 假设说你是用复制贴上产业别的话 其实也只有改一个地方 1 有没有 这两个跟这个 诶 那跟那个之前我们讲的那个共用的那个筛选 其实道理一样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做 我最后执行看要不OK 那一样是call先什么呢 先去删掉我们的那个旧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会先呼叫删除的动作 删掉之后的话呢 再回到这边 游标一样确定在第一个 然后去抓那个我的第一个清单 可是是B栏的 所以抓到金融 那查的话呢 也是查什么呢 查那个第四栏 所以他会针对第四栏里面 抓金融的 OK 然后一样 这当然后面都之前讲过 你就把它怎么样 把资料重新命名贴上 然后再重新调整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金融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哦 自动就产生 所谓的那个批次筛选产业别 那当然一样的方法 产品跟客户 可是问题他从城市里面 蛮多地方是重复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成共用的批次筛选 OK 当然可以的 不过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讲到的地方 大概只是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做一个重点的回顾 那至于细节 如果你可能忘了差不多 同学 我是建议 可能回去还是要再花点时间 那是强烈建议 一定要找一些工作里面 类似的案例 反正你就是 将来如果你要快速的把一些资料给查出来的话 基本上流程都一样 来看看 试一下 很好 夺站 现在 Rangers 大家看看